我們經常聽到別人說香港要繼續繁榮 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獨特性 究竟大家所說的獨特性是甚麼家伙 獨立的司法制度 香港的普通法體系當然是最重要的獨特性之一 不過除了司法制度之外 也有其他獨特性的元素一樣是這麼重要 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了祖國 亦都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但絕對不應該變成祖國任何其他城市一樣 香港一定要保持它的固有特色 否則香港就沒有能力再發揮它的功能 這不單止對香港本身的發展有不好的影響 亦都會牽連到香港不能夠為國家 即使作出貢獻 或者可以作出的貢獻也可能會大打折扣 我們在說這個獨特性究竟是甚麼呢 現在這個獨特性又有沒有受到挑戰呢 今天我們可以一起探討一下這個題目 香港一個至關重要的獨特性是甚麼呢 就是國際化的本質 中聯辦主任鄭銀雄在去年2023年11月 出席香港財經論壇2023時曾經說過 要堅持國際化的特色 這是香港的成功密碼和信心資源 一個中西交匯包容開放的香港 香港必將持久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引來更多的投資者 發揮國際化優勢 是香港由志及興的必由之路 和康莊大盜 香港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就必須要更加好發揮國際化優勢 這不是我說的 中聯辦的說法 近日其實都有很多討論 香港是否能夠維持到它的國際化特質 負面和正面的分析都有 我們可以預期的 一些西方國家評語都是比較負面的 其中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這本雜誌曾經以這個標題做過報道 甚麼標題呢 香港越來越不是一個國際城市 經濟學人的論據主要是集中在香港的人口結構的變化 近年有20萬市民離開香港 有人才外流的現代出現 而2023年香港向非本港居民發出了8000多份簽證 而當中內地人發放簽證的數目是比西方人大10倍 西方人對香港作為居住的興趣大為減少 香港在這個層面就越來越內地化了 公道一點說 一個城市有多國際化 又不能夠單體一個因素 其實其他數據對香港未必是完全負面 甚麼都不要提了 我們先看看我們的教育界方面的成績 泰晤士高等教育發表了2024年世界大學排名 我們香港是連續六年擁有全球最多國際化的大學 城市大學 簡直是榮英為全球最國際化的大學 在2023年排行榜首的香港大學 今年仍然留在十大位置 不過跌落第六位 科技大學排第九 理工大學排第十 不過我們肯定 可以肯定的 一定不可以的 就是因為有些有利的數據 就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似乎警鐘在另一個層面又敲響了 這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甚麼警鐘呢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繼續 桂園美髮再生有新的產品推出 風型黑潤護髮精華 準備送給大家這個旅行裝版本 當然不少可以的 都會送給大家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以及一次免費的療程體驗 讓你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療程對你會產生甚麼效用 你覺得感覺整體是怎樣 有沒有用 有興趣的話 快點打電話登記 55668 299 或者你將你的資料 寫在下面的description欄目 這個相關的連結 做一個簡單的登記就可以了 去到桂園美和發財衣生 12間分點 任何一間都可以拿到這份禮物 這份禮品是無條件送給大家的 大家絕對不需要憂慮擔心 作出了這個體驗療程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 壓力 有一個 令到你不可以不買他們的服務或產品 一定 大家是沒有責任 沒有義務去這樣做的 我都可以給大家保證 這裏絕對不會有強迫消費的情況出現 真是落雜 放狗不讓你走嗎 一定不會 做一個檢測 看看自己頭皮的情況 都是一件好事 快點打電話 55668 299 孖5孖6 8 2孖9 還有 大家如果還未購買賀年糕點的話 就快點去大自然素食 各間分店買 詳情都列在下面的description 頭髮有什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和個案實證 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藥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法在生 黃衫 chat 打電話跟我 車下 相問一提及 香港是否能夠維持到國際化特色 有一個警鐘敲響了 有關香港中學文憑史 DSE 能不能夠 受到國際的認可 這個問題影響很深遠 因為直接會影響我們香港的人財富 能不能夠繼續絕壯成長 如果不承認這個學歷的話 都很麻煩 其實你無論在香港繼續讀書 或者去到外國深掃 都好 都是培養人財的有效途徑 香港要繼續繁榮 是不能夠少了甚麼 一定就是人財 所以一定要人盡其財 還有 這些人財 人財富要生生不息 持之以行 繼續有很多供應 出人財 教練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鄧飛 在1月24日 就說 留意到 考評局的網頁顯示 2024年開始 就民憑市 而定定 一般入學要求的海外院校 減少了77間 於是向教育局提出口頭的質詢 他說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這77間海外大學 自此之後 是不是就不再承認 用民憑市 報讀海外大學 或是其他原因 鄧飛就想知道 教育局有甚麼對策方法 去確保 DSE 在海外競爭力 不會差 比其他相同等級的考試 例如A-level考試 問題極有可能 出於今年開始 中學民憑市的通識科 是被公民及社會科取代了 教育局大派定心院說得解釋 因應新設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成績 只能達標這一級 而非其他甲類高中科目 以五個等級來報成績 因為這樣 部分海外的學院 原先將核心科目成績 列為一般收生要求的資料 都需要作出適當的更新 最近的確有大約270所的院校 作出了相應的更新 亦包括了很多著名的大學 局風那邊說 剩下30間院校的一般入學要求 是會適時更新的 即是說 不會不承認 不過是需要時間去更新 他的網頁資料 考評局說 英國大學和院校招生事務處 已經在2023年更新了網上的申請系統 是接納2024年或以後的文憑士考生填報 包括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在內的各類科目的成績 用來申請去英國大學或專上學院的課程 雖然考評局已經主動澄清了 但坊間仍是有些疑慮 有些疑慮是未完全得到解釋 因為剩下的30間院校 對於文憑士改制之後的認受性 還未有一個很清晰很明確的態度 表達了出來 究竟是否真的開了綠燈去接受 翻查資料 海外33間學府指明需要通識科的成績 或是要求至少四大核心科目的成績 包括美國的阿里桑拿大學 加拿大的布倫登大學 和日本京都大學 相關學府佔了整體學府的一成 所以情況仍然是值得我們去留意的 還未知道實況會是怎樣 這個學府可能是留意到 以往通識科要求學生要作多角度思考 去分析不同的政策 不同的時事 利弊 考生也一定要提交幾千節 用英文撰寫的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這些都是對於海外的學府 了解學生的英文水平有幫助 現在通識科沒有了 公社科取而代之 假如部分海外學府真的不認可 因為這個改動 而不認可 民憑市作為升學的資歷 或多或少 都一定會損害到香港的國際化形象 黑評局仍然堅持 這些學府只是需要時間去更新資料 到現在 沒有任何學院表示不承認DSE的 成績的資歷 希望最終事實的確是這樣